前 這邊我會想辦法寫的比較凌厲 然後那呢那就微翹 前面起筆動作 把起筆動作做得明顯 這邊稍微下降以後抬起來 它的橫劃弧度比較大 後面的角度比較 銳利比較明顯 旋 黃 在這一篇裡面 我會把它寫的 有些地方比較接近衛碑 因為九成功在寫的時候是比較溫潤 溫厭博寫起來就不溫潤 比較凌厲一點 這些筆畫 有點刻意的 做出造型 甩出去 揍 這是拉低一點 可以的把這上下拉開喔 因為在 後體裡面 他有時候會有習慣把某一個筆畫拉得特別長的習慣 紅 讓他明顯一點 橫畫 後面角度大一點 荒 上面這兩次天線 讓他掌高一點 這個制度讓他長高一點 日讓他收緊一點 收緊一點就是把他 封好 越 越要些挺直 就幾乎直的 折角要大縮小 拉到下面來 勾要比較大 那這兩個間距差不多 溫宴博卑寫過銀 這個寫得非常的斜 下面 敏的部分 一樣拉得非常的高 這個地方粗細做的 粗細跟弧度 就是比九成功來的明顯 通常會折出一個骨頭 拉開往下 撇 撇 沉 如果 準備在第三橫寫短 什麼叫第三橫寫短呢 第二橫應該是最短的 但第三橫我不寫長 不寫長其實等一下 等一下這個也讓他撇進來 我這樣看起來比較氣派 蘇 蘇溫宴博有寫過 不過他這 在原鐵裡面 跟古代的寫法不太一樣 他寫的是現代的寫法 好 放好 點 點都很低喔 很遠薄的勾啊 一向是比較明顯 而且比較大 短斜短 其實它有一個長實在是寫太長了 不過我不想寫得跟它一樣 在創作上的時候是有點自由性 在靈體上是沒有自由的 把它寫得窄窄長長的 窄窄長長的 那 讓它敲一點 下面這個點要大一點 來 勾 勾那麼大一點 撇短納長 微翹 遮一下 讓它產生一點小小的肩膀啊 很像墊尖啊 衣服上面那個墊尖的感覺 所以 撇得很長 撇 逆一下 逆兩下 這個 右邊要抬高 這個它習慣 寫重一點 讓它漆皮看起來很明顯 然後這裡應該也是往下壓 鮮 鮮 鮮 平一點 伸長 鮮 裡面寫那種細細瘦瘦 這一篇裡面它經常寫到那種 讓你覺得好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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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瘦 好 微彈 收 勾 往上抬 撇短納長 微翹 這裡連續很多根那 所以這個東啊 我刻意的讓它寫得有點瘦 就是上面是比較胖胖的那 這裡是比較瘦瘦的那 因為這樣看起來就會覺得 欸 有點差別 不要讓它的那 每個都長得一樣 長 這樣子天線 肯定 打 休息一下 好 好 好 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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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